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发现它是由中福院设立了一个公司 听起来确实让人毛骨损害 所以说是广西还出现了这个有人体组织 在什么香肠在什么骨头汤里面 非洲国家丹比亚 他说中国在向非洲出口忍肉罐头 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杀人获利的产业链 从器官然后到你的骨头到肉到头发 为了赚钱 赤裸裸地直接去杀人吃人 中午之下的这个中国 已经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